一定要远离带穷气的人 什么是穷气 就是人性上的小 思维上的局限 心胸上的不开阔 千万不要跟穷气的人接触拖了 否则你也很容易变得满腹牢骚 压抑腹黑 那接下来我从心理学角度 跟大家分享三点穷气人的特征 第一就是口头残 特别的丧 总是安身叹气的 你让他说点什么 他还没开口 他先来一句叹气 唉 事还没做呢 就先说 试了也没用 做了也白搭 总是说这种丧气话的人尽量远离 在心理学上啊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 思维是认知的载体 如果一个人总是说丧气的话 那么说明他的肋盒就不开阔 第二就是抖腿 从行为心理学上来讲 抖腿是一个人 内心不够安定 没有力量感的一种表现 虽然抖腿可以下意识缓解焦虑 但是如果一个人经常抖腿 那就说明他内心是一直处在焦虑状态 他比较容易心虚做事不稳当 且没有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甚至他都不会去解决问题 或者一解决问题都是冲动性的 那第三 就是面目表情特别多的 一说话眼珠子乱转 甚至挤眉弄眼 神经学上说人的眼球的快速运动 是往往和大佬思维加工速度有关 当你面对一个人在和你说话时 眼神溜溜的乱转 说明这个人心虚不真诚 想要说谎 或者在老海当中再编制谎言 俗话说得好吗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和别人说话交流的时候 看着对方的眼睛会让人觉得真诚与坦诚 相反那种不敢直视人的眼睛 眼神飘空不定的人 让人觉得他总想算计什么